爱情 看见大家,欢迎回来这个频道 今天是拖了很久的开箱合集 但是我最近发现最多东西 因為是其實從去年的聖誕一直到春節後 這一段時間陸陸續續的一些品牌禮品 以及有自己購買的東西 因為到的時間不是很一致 加上我又養了一段時間 所以就拖了這麼久 那就分上下兩期 這一期我們主要講鞋子 然後下一期講服飾 以及其他的一些小東西 好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第一雙鞋 是來自SALCONY的禮盒 我覺得還挺可愛的 它看起來像是貨像物流箱的禮盒 正面是一個亞克利 黃色亞克利的板子 鞋子金月滿堂 然後一個禿年的兔子Logo 然後裡面的鞋子是Cross90 鞋子長這樣 我覺得顏值還是不錯的啦 淡淡的白色 這個不是我的馬術 我就不上角給大家看了 我可以貼一些照片 因為之前這些禮品什麼的 我都已經在我動態發過了 還有一雙襪子 我覺得這個字的畫文很好看 還挺擺大的 這種早紅色配米白色 然後一張Thank You Card 這個平面設計圖案也是蠻好看的 那麼就像這個蓋板上的設計 展現出來的主題一樣 這雙鞋是以 幸運硬幣為主題去設計的 那種雙鞋看起來很白白的 然後它有一些淡金色做點綴 所以正面這裡有個Lucky Coin的小徽章 然後一些細節的位置 裡面上個點 這一圈的皮料都是一些淡金色的包邊 然後後跟這裡有一行字 Made the lucky with you 就還挺可愛的 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Lucky Coin 這是這雙鞋的一個主題 那麼重點呢就是它鞋底 整雙鞋是用了透明水晶底做外底 那內部有很多大大小小硬幣圖案 細節是很夠的 它這個願望也是蠻好的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財源滾滾了 Aircross50這個鞋型呢 我早前已經分享過了 所以今天就不再去詳細解析了 這雙鞋老朋友了 是最近才收到沒多久 然後我簡單的試用了一段時間 首先看它的鞋盒 來自SALMON OK 貨號在這邊可以看一下 這是一雙GORE-TEX的XT6 這雙鞋其實也是頻道的觀眾 非常熟悉的一款 也是我經常分享的一雙鞋 終於是聽到了很多用戶的聲音之後 SALMON決定了給這雙鞋 加上GORE-TEX的這個性能屬性 所以有了現在的版本 當然關於XT6這雙鞋本身的 一些性能分享 或一些上角什麼的 已經分享過無數遍了 我就不再去贅述了 簡單分享一下GORE-TEX這個版本 跟普通的XT6有什麼區別 首先就是整雙鞋 在我自己作用體驗下來 因為加了GORE-TEX科技的緣故 整雙鞋的硬挺度高了很多 它比起普通的XT6來講 會沒那麼容易彎折 包括它的後跟整個鞋口 整雙鞋走在路上的感覺 就沒有那麼的柔軟 更像是一雙靴子 走在路上卡達卡達的比較硬 我收到的這一雙是越南生產 做工什麼的就是那樣了 它整個鞋面的材質 因為換了GORE-TEX的原因 所以就不是之前的透氣素杆網面了 換了這種蜂窩紋的織物面 它比較結實 比較硬挺 那當然也是整個鞋身的硬度都變高了 那麼還有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就是取消掉了 傳統會有的這一個Sensefit 加Endofit的包裹設計 現在只剩下一個Sensefit 它的鞋舌就變成了獨立鞋舌 而不是在裡面有左右連接的 它是有可能在你沒有拉緊的情況下 走路的時候鞋舌會往左右歪這樣子 特別介意的話 是你需要考慮的一個點 除此之外它跟正常版的XT6沒有太大的區別了 那麼在廣東降溫的這一陣子 我穿了它出去走了幾天 我發現它除了我前面提到的 會比常規XT6便硬的特點來講之外 好像它比我其他的GORE-TEX的鞋型來講 更加的悶腳沒那麼透氣 我不確定這個是因為天氣溫度的關係 還是一些什麼其他因素 因為時間短暫 我也沒有去拿同樣的其他品牌的GORE-TEX鞋型去做對比 當然對於需要在城市通勤中使用到GORE-TEX這一個科技的人群來講 這是好事因為它防禦力確實蠻好的 它保護性會更加強一點 大概在0到10度區間呢 我穿一個比較保暖的羊毛襪 搭配它應該都是比較扛得住的 而且這一次的GORE-TEX版本呢 除了好幾雙配色我覺得都挺好看的 但我最喜歡的是我手裡這一雙卡其大地色的配色 然後我還特意再購入了一雙女馬 就是抽個情侶鞋 那麼除了這個配色之外呢 比較常見多人買的應該是那個黑色 這雙也不錯 還有一個就是比較淒彩的顏色 另外一個更加跳一點 但我覺得也挺酷的 就是一個全黑鞋面搭配一個橙色中底 那我也期待GORE-TEX這個鞋型 後續有更多其他新配色了 多提一嘴提外話 現在23年春季的一些新配色疊照 我看到我覺得挺漂亮的 然後包括他們之前有投票跟大家說的 要復刻十雙配色的那個RECUT計畫 那麼最早的三雙配色好像已經發出來了 在海外已經有買到了 當然我自己其實已經有了這個OG版本了 然後加上這一個GORE-TEX的配色 其實跟那雙來源中我覺得差不太多 我就沒有再去入了 但是我就不確定大家再買到RECUT這個系列的時候 還是不是中國製造了 像我這雙已經穿了有四年了 我覺得還挺新的 確實會比越南生產的品質要稍微高一些 OK 那麼這是這一雙XT-6 GORE-TEX 我就先講這麼多 如果你有疑問是我沒有提到的話 歡迎在評論或者彈幕裡面給我 OK 那麼再掛了一雙鞋 其實也是一個蠻新鮮的鞋 第一次結束這品牌 那它是來自廣東本土的這個潮流媒體STEPY 和KIDES凱樂石聯名的一雙 KIDES凱樂石比較招牌的FUGA大波王 鞋盒蠻有意思的 它是仿造了一個 我像我們買大健家師的木箱 感覺還是挺好看的 打開鞋盒裡面除了有常規的襯子 然後鞋子本身之外 還有一張這一個簽收單 它就像是你買一個大健家師 然後看一下附入有沒有漏東西 然後最後沒有問題的話 簽個名字 這些就是它的這個鞋款的介紹 以及他們這次聯名的idea 我覺得還是挺有心意的 非常有誠意的一次合作 那一位FUGA這雙鞋呢 它是凱樂石比較招牌的一雙 越野跑鞋附上這個防紗套 KIDES他們自己官方的標準 匹配他們鞋款的設計 很有彈力的很薄的防紗套 兩邊是有掛扣 以及前面的這一個金屬 勾用來勾鞋帶 來看一下這雙鞋的顏值 不然你會給它這個設計和配色打幾分 我覺得還是挺亮眼挺新鮮的 覺得他們這一次設計靈感 是來源於一輛越野車 但是他們沒有點名距離是哪一輛 按照這一個白層配色 以及這種銀色搭配你可以猜猜看 我猜了一下我覺得會是這一輛 我可以看一下這雙鞋本身 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 凱樂石這一個品牌的鞋款 說實話 之前一直沒有太留意過他們家的鞋款 再一個就平時逛街比較少看到他們線下店 也沒有說特意去搜索 哪裡有他們的東西賣 然後特意跑去看一下 所以這一次也是我算我第一次 拿到他們家的產品實物在手 我覺得還是做得不錯 蠻好的 比較讓我感到有新意的設計 就是這個銀色的部分 一個一體式的穩定片 連接到鞋底之外呢 它還是兩邊有這個小凸起 就是用來支持剛剛說的這個防紗套 旁邊的這個掛鉤 可以直接鎖定在上面 因為跑的時候比較穩一些 我覺得它能把這個功能性設計結合外觀 這個做的還是蠻好的 加上狀況鞋的中底呢 它有一個雙密度設計 並且它的前掌還是增寬了的 雖然在我自己穿的低人層的視角往下看 我覺得我不是很喜歡這種特別加寬的設計 當然它有它的功能性考量 不過確實它在視覺上呢 也是蠻符合狀況鞋的一個設計語言的 還是挺好看的 那麼整雙鞋大底也是採用了Viram的Megagrip 不過還沒有實際有機會去穿著它在野外撒野 最近天氣不是特別好 看看夏天有機會的話 可以穿它去感受一下 那還有一個就是凱勒斯他們家招牌 這個叫做AWS3.0的攜帶系統 它是一個防前充的攜帶系統 兩段式 這好像我之前沒有在別家的鞋款上有見到過 可能是我看的鞋款還是比較少一些吧 我覺得還挺有心意的 訂製了這一個NIFCO的鬆緊扣 只有一面鬆緊 我覺得這個解鎖速度還要快更加便捷一些 這一個主要的扣子就跟我們平時系鞋帶一樣 前端這裡還有一個橙色的扣子 這個扣子是用來鎖定前面兩段鞋帶 可以防止你的腳 在下坡的時候 在鞋裡面前後滑動往前衝 這樣子腳趾不會頂到發痛 鎖定之後 無論你怎樣啦 上面它前面都是不會動的 我覺得這個設計還是挺不錯 挺好的 多餘的鞋帶一樣 還是有這個小口袋可以收緊進去 那種雙鞋其實也挺簡單的 多說一句 我還挺喜歡它加這一個鞋襯的 看起來是一個環保回收的塑膠 並且它做得也挺好看 而且是可以重複利用的感覺 然後這場鞋的鞋舌 內部有兩側連接 去做固定不會左右歪的 不過它這個連接比較靠前 在大概前半掌的位置 總常鞋的腳感還是不錯的 原地站的話 不會覺得有特別明顯的灰彈 但是走起來或者跑一跑的話呢 還是能感覺到它這個 雙密度中底的緩震還不錯的 包裹也蠻好的 它這個工程網面加上一圈壓膠 不過它稍微偏扁一點 如果腳背高的話呢 可能需要稍微鬆鬆上面這一節鞋帶 它的鞋身的設計加上它後根的甜綿也比較厚實 所以穿上腳 不管是鞋長傳給你的承托力也好 還是鞋身給你的包裹感受 我覺得都還不錯 玩戶外的朋友早就熟悉了 畢竟也是凱樂石它家當家拳頭產品 那麼它的鞋墊也是蠻好看的 訂製了它們雙方兩面的圖案 抗群海綿材質 足弓承托力我覺得OK 對於我這種瘦腳 偏高的足弓的人來講 我覺得還不錯 至少在這一個產品上 凱樂石給我的印象分還是蠻高的 並且我也很高興 凱樂石是國內比較全能的一個戶外品牌 現在有意識慢慢的想要去跟一些潮流媒體合作 或者說是一些其他的創意機構 希望後續能靠它們有更多的動作 OK 載過來的一個品牌呢 也是我感受不多的一個鞋款 因為我覺得好像不太適合我 但是這次拿到呢 並且我也實際體驗了好一段時間 感覺確實做的也不錯 這一雙來自昂跑 OM Running 跟South2 West 8聯名的這一雙Cloud Away 看一下這個顏值 你會給它打幾分 如果不了解South2 West 8的朋友 可能會對他們這一個圖形設計感覺有點怪怪的 South2 West 8這品牌也是Epensis旗下的 玩的東西玩的花樣 感覺都還是挺有心意的 他們家招牌Score Target的這個Logo 護角頭 以及這個靶心圖案的設計 有點土著民族的這種圖形 這種森林綠色 之前的聯名呢 基本也是走這個路線的 我覺得這雙鞋子就還挺South2 West 8的 只要你看到這個顏色加這個圖案 你就很難不聯想到它 當然這只是視覺上的 那麼這雙鞋實際上體驗更多的 只要跑跑洞洞呢 你會明顯感覺到它這個雲科技 Cloudtech的中底 在緩震上給你一個比較明顯的感覺 他們家這個Cloud系統的設計靈感 最早最早會讓我聯想 就是Misuno他們家這個物理緩震的結構 但是不能說它超的是這個idea 只能說他們在緩震的設計上 有比較異曲同工的靈感源泉吧 因為他們實際的工作邏輯是不太一樣的 像Misuno這一雙它的泡棉 其實在整個緩震結構的頂上 白色這一小部分 整個底下的物理結構 都是非常硬的這種硬膠 ON這一雙呢 它是把整個泡棉做成樓空的了 所以說它的緩震感受 來的要比Misuno那雙會更加明顯一些 並且與它鞋旋設計也比較寬 比較的圓 然後整個鞋底的紋路設計 他們家獨有的這一種 比較平板 壓力分布比較均勻的這種紋路設計 所以它落地的感受非常非常穩 這雙鞋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個蚊子 很適合城市休閒穿 哪怕你要路跑也沒有問題 當然他們家戶外線的產品 我還沒有機會感受過 所以就先贊不平價 針對這一雙Cloudway給我的感覺 我覺得他們家做鞋 那還是挺認真的 有他們自己的想法 這邊還是有他們自己 一個SWISS ENGINEERING的字樣在這裡 那這雙鞋呢 是一種彈力之物 加上一圈反毛皮去縫合 我覺得包裹感受呢 還是不錯的 綁鞋帶的方式 這個鞋帶穿孔的設計是有點跳躍性的 不是說我一拉這裡 馬上就能整條鞋帶系統都收緊 我要逐個逐個去調 這個有點麻煩 但它收緊的效果還是不錯的 並且他們家的這一個招牌的鞋帶扣呢 在最前端的這個扣子的位置是有鉤子的 所以它自帶一個鞋帶勾 可以直接勾穩 這些鞋帶跑步的時候不會亂晃 也是一個比較不錯的idea Cloudway這款鞋呢 它是一個襪套式的鞋款 就沒有獨立的鞋舌 如果你是喜歡獨立的鞋舌的話 那麼你可以看看他們家其他的鞋款 他們家的鞋款配色呢 都還是挺吸引人的 Colorful的感覺 比較清新 蠻有活力的 那麼鞋帶呢 依然有雙方的聯名logo 然後它的材質就是那種普通的發泡棉 並且它沒有起伏的足弓支撐的形狀 非常平板的一個鞋帶 對於我的腳型來講呢 它的包裹感受給我會更加明顯 鞋底灰彈的 或者說承托的這種感受呢 比較弱一些 看的不是很肥大 但它其實鞋旋做的蠻寬蠻扁平的 應該還是比較能夠兼容到很多不同的腳型 如果你還沒有感受過的話 我建議你有看到他們店呢 去試試看 說不定會有一些別樣的體驗 那麼這大概就是這一雙 Cloudway聯名款的一些簡單體驗 這一期影片提到的所有鞋款呢 基本上都已經是發售過了 就不是現在新鮮的 如果你們趕進去的話 應該早就能有穴道購入了 就不用再問我哪裡我都買了 好吧 OK 那麼最後一雙鞋款呢 是來自 VANS和Gramish聯名的一款鞋 他們這一次聯名呢 總共做了兩雙鞋 我選了這雙是我之前沒有接觸過的一個鞋型 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所以去感受一下看看 它叫做Amazing Trailhead 這雙D邦的戶外鞋 好像比較少接觸到VANS的戶外鞋款 對我來講還是挺新奇的 顏值就是這樣啦 這個配色我覺得還挺Gramish的 它看起來戶外嗎 或者說它有沒有那種 你想像中VANS的Gramish聯名 應該會做的效果 有附贈多一副鞋帶 這鞋我一開始拿到手的狀態呢 鞋帶就比較鬆的 出場綁定就這樣子 然後它的鞋口特別的大 嘴張得非常開 然後鞋舌很短啊 並且在這個出場狀態 我直接穿上去感受 我覺得它好像完全沒有包住我的腳 因為它鞋口實在太大了 好像走一步就要掉的感覺 當然它這個位置提供了兩個 延伸的鞋帶扣 可以讓你穿鞋帶 就把這個位置可以再包緊一點點 那我試了一下 確實會有些改善 但仍然沒有辦法說 像小鞋口的鞋款 包得那麼的緊實啊 當然可能這是它追求靈活性 所帶來的一定的犧牲 我也能理解 實際上這樣操作完之後呢 日常使用是沒有問題了 只是我偶爾還是會有種錯覺 好像怎麼有點要掉的感覺 其實沒有 那種它鞋的重量給我感覺 還是挺紮實挺厚重的 因為它用了這種生膠底 然後包括它的泡棉填的 也是比較厚實 我覺得它的配置就是在性能上的材料呢 給的還是滿足的 可以看到它的這種大紋路 坑紋密度都比較深的這個外底設計 然後配合這個滿有韌性的中底泡棉 我覺得還是很不錯的 並且它毫不吝嗇的給了這個 Ultra Cooch的鞋墊 這鞋墊在VANS的鞋型裡面 我是非常喜歡的 那後來我發現 它其實有高幫版本 反而我還更喜歡它高幫版的設計 我覺得高幫很好看很帥 並且配色也不錯 低幫版的話就感覺更日常一些 更加都市了 那它腳感呢我覺得就總歸中矩 其實它還挺像一雙VANS的 只是說鞋身包裹感受並不像一雙 真的可以在戶外撒野的鞋 你就休閒穿穿是沒有問題啦 然後它的這個後跟甜棉呢也是蠻厚實的 就整個腳後跟包裹感受很舒服 就是很VANS的這種包裹感受 我們看一下簡單上腳效果 這雙鞋其實沒有太多可以講的地方了 整雙鞋的材質也比較簡單 都是皮質加非常大網眼的網面 如果你喜歡它的這個鞋型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這雙鞋 或者說它有別的配色 我覺得它其他配色也挺不錯的 挺有這種味道的 當然我個人是更加喜歡高幫那些舊舊的感覺 OK 那麼這大概就是 本期影片跟大家分享的幾雙鞋款 如果你有感興趣的話呢 你就自己去做下功課 說不定現在還有一些舊款沒賣完 可以買到 因為有一些都是聯名 或者說是限量的 貨量有限 沒說那麼多 一發售可能就沒了 剩下的一些購買的服飾 一些小周邊 以及其他的品牌禮品呢 我放在下期影片 大家記得鎖定 那麼OK 這就是這期影片所有內容 你會覺得還不錯的話 郵件三連 各位觀眾朋友 關注一定要點下訂閱的 我是Rock 下次再見吧